HELLO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小玲 歡迎來到小玲LINS LIVE YouTube頻道 那現在呢 是我們的星期六 六月二十四號 應該是六月二十四號 然後早上的十點五分 那為什麼突然LINS開這個 拍這個影片呢 其實是這樣子的 昨天呢 我去第一次 昨天晚上我第一次去那個馬虎茶坊 然後我買了一杯羊汁甘露 羊汁甘露呢 好像是最近蠻夯的一個飲料 顏色蠻漂亮的 結果我想說 過一晚以後我再來拍 結果發生一些 比較悲慘的結果 因為過了一晚 放了冰箱一個晚上以後 它顏色全部變掉了 變成這樣 你看 OK 我們看一下喔 變成這樣子 從上這樣拍到下 我覺得這個顏色不是非常的好看 剛開始買的那個羊汁甘露 我現在買的 完全沒有它好看的那種感覺 但是呢 我們看一下它多少錢 你看一下喔 你看大的 外帶八十九號羊汁甘露 馬谷屏東店 OK 75塊 蠻貴的一個飲料喔 結果 被我毀了 我應該馬上 昨天晚上馬上拍一拍的 結果 我就想說 昨天晚上喝太多飲料 所以 我就今天早上才拍 結果沒想到 竟然是這樣的一個 不忍度的結果 但是 本著實驗精神呢 我們還是要把它喝一喝 所以 現在馬上告訴大家 75塊的羊汁甘露到底值不值得來買呢 好 弄一下喔 吸管準備了 OK 不好意思 我沒有環保吸管 我也放在另外一邊 沒有拿過來 所以 我只好用這邊的吸管 環保人士 不要怪我 OK 好 那我們先等一下 把它打開 它這邊其實有個洞可以戳 可是 吸管太大根 而且它這邊很貼心喔 它這邊跟這個蓋子 它可以直接這樣打開來救口碑 可是它裡面還有很多料啊 所以我就 沒有辦法 我就沒有辦法用這個把它打開 所以我還是要把它打開一下 我剛剛看了很久 等我一下 好 各位觀眾 打開以後的羊汁甘露長這樣 它是芒果口味的喔 它是有加芒果的 那很多人都好奇說 羊汁甘露怎麼寫呢 羊就是我的那個 羊桃的羊 木一羊 汁就是 汁條的汁 飛上汁頭變鳳凰的汁 甘露就是那個甘露 你知道嗎 甘泉的甘 甘地的甘 露就是露水的露 OK 好 我們現在馬上 把這個吸管呢 吐進去 好 然後我來喝一下 等我一下 我喝一下 味道是沒有走掉 是好喝的 那是顏色跑太多了 再給大家看是顏色 顏色真的是長這樣子 真的 不是說很好看啦 所以 我就覺得有點失敗 但是味道是好的 味道是好的 它有點像是 它上面有芒果果粒 然後有點淺層 有點像是 那個奶蓋的那種感覺 然後底下是 底下是那個 果汁 果汁加綠茶吧 我想 然後底下這個黑黑的應該是蒟蒻 對 或者是木耳之類的吧 對 但是我覺得還不錯 還不錯 它這樣一杯75塊我覺得還蠻值得的 因為用料蠻多的 而且蠻實在的 而且是真的芒果 它是真的切一塊塊的芒果 OK 我們給它拉拉 OK 攪拌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看 哇 這攪起來顏色更糟了 哇 天啊 天啊 這攪起來 哇 這顏色 好吧 我們不應該攪的 但是攪都攪了 所以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顏色 哇 色彩繽紛 你就知道 它75塊 其實 我覺得還OK 還說得過去 對 好 那喝完這杯會不會拉肚子呢 我不知道 所以我喝完以後再跟大家分享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 我知道為什麼75塊 為什麼它用料75塊 因為 因為 因為什麼呢 因為 它其實它這個杯子啊 它是比較厚的那種杯子哦 它是那種 有點類似介於那種隨身杯 隨身攜帶杯 不是那種跟我外面那種手搖杯 那種杯子不一樣 它這個杯子質感是比較厚的 再加上它用了這個 完全用不大的救口杯 這個 這個東西呢 這個 整個成本就是比較貴啊 比上一般 一般那個飲料店 就是它直接用那個封膜機把它封起來 舊口杯的這個成本 一定比這個封膜機來的來的貴 所以 這大概是我剛剛 得到一個小小的決定 垃圾不能亂丟 把它放這邊 等下丟掉 好 那我再喝一口好了 我再喝一口來體驗一下 OK 也給各位想要買 楊枝甘露的朋友們 一個建議 我覺得是好喝的 我覺得是好喝的 然後 一個小小的建議 買完以後一定要馬上喝 不要冰一個晚上 不然顏色真的 整個走掉 你不會想喝 你不會想喝 我現在是因為 本著不要浪費食物 然後想說 喔好 那剛好也可以來拍一部體驗影片 來跟大家講說 到底好不好喝 值不值得買 馬骨茶坊是我第一次喝 對 因為這間 這間飲料店 距離 就是在我住的地方 恆春 是沒有賣的 那我是回到屏東市這邊 才買 就是看到馬骨茶坊 因為最近很夯嘛 馬骨茶坊 大家可以去查看看 馬是芝麻的馬 骨是骨之後的骨 馬骨茶坊 這個飲料評價 我是覺得還不錯 因為人 排隊美食耶 人排超多的 然後 我是覺得還不錯啦 OK 如果說滿分5分 要給這個飲料幾分呢 我大概會給到 5分的話 我會給大概3.8 3.8 OK 不低不低 OK 再喝一口 重點是什麼 你知道嗎 重點是它不太甜 重點是它不太甜 所以我覺得還蠻 還蠻健康的 所以想要嘗試的朋友 也可以試試看 沒錯 我又來了 今天呢 一天開兩箱 我有看什麼兩箱呢 一天連續兩次的飲料開箱 然後 早上呢 我們開箱的那個 馬骨茶坊 那個好喝 但顏色看起來 放了一整個晚上 顏色看起來 怪怪的 這個羊枝甘露以後呢 下午現在呢 天氣真的很熱 今天一樣是6月27號 目前是 下午的4點半 然後呢 哇 目前天氣很熱 所以馬上去一個 就是屏東 新開的一間飲料店 叫做華布萊 好 去買了一個飲料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長的什麼樣子 好 它長的就是 像這個樣子 滑布萊 大家也看到了 就像我們這邊 螢幕上面講的 滑布萊 那是怎麼樣的一個 滑布萊呢 我跟大家講一下 它這邊呢 它是屬於一種 就是怎麼說呢 它是一個水果茶 然後這個水果茶呢 它比較特別 它這個水果茶呢 你有沒有看 放近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它裡面是切很多很多碎的 那個水果粒 所以呢 這個喝起來一定非常的過癮 而且呢 它那個 它的這個就是 整個這樣子 這個售價是多少 我們給它看一下 好 有對到膠嗎 好 目前沒有對到 看一下 好 目前給大家看一下 對到膠了 目前呢 它的售價是50塊 50塊 招牌水果茶 好 然後所以呢 我們現在呢 就是想說來喝一下 給大家喝一下 好 稍等我一下 有點晃 好 OK 我們來喝一下 好 他說要出吸管了 結果我現在是 我現在是細吸管 但是我必須說 還是很好喝 我們轉了一下鏡頭 好 喝給大家看 讚 顏色漂亮 然後 顏色漂亮 然後呢 就是也會咬得到果粒 我個人是覺得很棒的這個品項啦 OK 它是在屏東市 新開的一間飲料店叫華布萊 而且它還有賣 煎賣蛋糕啊 還有一些甜點 還算一個 還蠻有人氣的這個小店 所以大家有空的話呢 也可以去屏東市來品嘗看看 好 再給大家看一下 好 這個華布萊的這個名稱 好 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就快速的開箱到這邊呢 今天其實真的是有夠熱 目前走去去外面 這樣室外 溫度應該有36 37左右 所以呢 炎炎的夏日 你最喜歡喝哪一款飲料呢 喔 歡迎在影片底下呢 留言讓我們知道 你喜歡喝什麼樣的飲料 或如果你也喜歡喝水果茶的話 也在影片底下留言 加一 然後現在一定會有很多人問我說 我現在是在哪裡 我家 是我家嗎 告訴大家沒錯 這是我家 但是就是 欸 最近比較少在整理啊 所以大家可能喝完飲料 我要來整理一下 好 那我們就先這樣子 所以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在影片底下呢 訂閱我的頻道 按讚我的這個影片 然後我們下支影片見 祝大家有個美好的一天 拜拜